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投资伯恩基因 让展望住理财的契机,我是琳达 观众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9月了 9月是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 那么现在坊间都在谈到 就是投信的作涨行情 可是我们也发现 有些个股悄悄已经被投信先结账了 像是驱动IC的茂达 还有4919的新唐 最近都被投信卖到跌停 但是事实上 这个投信的作涨 还有结账的时间 根本就还没有到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的,今天我们首先来欢迎 肖光哲老师 老师好 琳达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首先请问你 投信的作涨股怎么找 结账股又如何提前落跑呢 其实我们要来看 投信到底会作涨或结账 其实它跟行情本身的一个状态 关系都很大 像最近为什么会有一些 比较属于结账的现象 反而比较没有那种 刻意在往上拉还作涨的现象 反而就是因为到近期这一两周 台股面临到高位的一个重大反压 有明显有涨不动的现象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情的状态呢 当然投信就会以一些 获利比较大的先做获利的结账的状况 会比去往上拉台 作涨的现象要比较明显 那至于相关的重点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好,那么作涨股 结涨股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筛选 我们请老师带我们来了解 等一下前... 老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投信的作涨股和结账股 应该要怎么挑呢 如果说你要去挑选 投信的作涨股或结账股 一个最重大的原则就是 投信的持股一定要多 如果说他手上没有多少股票的话 他没有必要去拉台作涨嘛 因为拉我的股票少 能够带出来效果也很少 那如果手上的股票不多 那要谈什么结账 那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如果说像投信的结账 最重大的就是在年底 12月底的那个年报的结账 那个作涨跟结账的迹象会最明显 那其次就是半年报 6月底的这个半年报的结算 通常会比较有投信 会想要去稍微去拉一下 他手中股票的一个股价 还是说去调节一些换股的动作 反而是在像3月底 这一次的9月底 这种单季的这种结算的一个现象 它会比较模糊 因为它的需求不大 投信的需求不大 那我们刚刚谈到就说 如果说 如果说行情是在一个涨势之中 那当来到年底的 那投信如果说这档持股 我的持股不会很重 我当然就顺着行情把股价拉上去 然后到年底我的绩效就会很好看 那万一呢 行情是处在一个跌势之中呢 投信也不太可能 他也没有那个力气 去逆着行情去往上去拉抬 因为如果说他逆着行情去往上 行情明明在大跌 然后逆着去一直买 那反而会变成市场主力到货的对象 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在观察这个结账 作账的时间点的一个状况 你要稍微对于目前的台股行情的状况 你要有所了解 而不要如果说行情目前已经处在跌市 那你要去寄望投信拉抬作账 那个可能性就很小 你反而要去留意什么 留意像最近有很多股票 被投信提前作为一个结账 然后就突然大卖了 原本很强的 那突然就连续的大跌 那谈到的就是因为 投信评估最近台股的状况 17500点上面 几乎量都很小 那要行情持续往上走的几率就不高 它反而有可能怎么样 受压行情有可能会开始转入往下跌 那面临到这种行情状况 那投信也不是笨蛋 他们也是聪明人 他们也去判断行情的状况 那如果说接下来行情有可能要跌 那我现在手上股票很多的 那现在获利状况也不错 我可能我就先跑先赢就先买 最近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老师请问 这个投信连续买超或投信连续卖超 有没有说要买几天买几天 我们这样做说明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谈到的一个重点 大概你去要找投信的结账股 或是作账股 你至少你大概持股5%以上 它才有这个必要 那当你把这些股票挑选出来之后呢 那你可能因为现在还没有 如果说寄望是9月份的 那你就是等到9月15号以后 再来做观察 不是现在观察 因为现在行情看起来也不太妙 所以你要去找作账股可能很难 如果说9月中过后 或者到9月20号 行情开始回伍了开始有点转强 那时候你再去把这一些投信高持股的 5%以上持股的 然后你去做观察 观察什么 观察投信有没有连续的在做买进 还是说它有没有大买小卖大买小卖 然后累积那个持股再往上去做定高 同时观察股价 它有没有往上走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 那代表它有可能就是投信的作战股 投信的作战股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些高持股的你挑出来 然后你发现有哪一档股票呢 投信一直在卖 大卖小买大卖小买 还是连续的在卖 那股价一直在往下跌 那就有可能 这个就是投信的一个结账现象 发生在这种股票身上 那老师我们看一下 近期投信作战的标的有哪些呢 这个是我把上一周 这一些投信高持股的股票 然后做一个观察挑选出来的 但这个不准 因为这个是上礼拜 这个8月底9月初 真正作战的行情还没到 它的作战结账的时间点 如果说你寄望是第三季的作战结账 你要等9月中以后 来用这样的方法去做观察 或者是带这样的一个观察的方式 给大家去做参考 那你可以到等到9月中之后 照这种方法去做观察 找出哪一些股票 有可能是第三季 这个投信要做上的 还有哪一些股票呢 有可能第三季 投信要落跑的 你就用这种方法去找 那这张表就是 把这个投信高持股 上个礼拜它的状况 做出来的整理 例如说像创围 创围上个礼拜 投信是一直在大买 但是这礼拜好像已经 开始有在往下倒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我这个是整理上周 如果说最近像创围这样的 连续的大买 买到持股将近16% 那上一周 买超的力度已经开始减小 但是毕竟上周股价还是涨的 那突然这一周 这两三天突然它往下大落 投信开始大卖 它就有可能怎么样 就是从原先想要去做账 但是遇到行情 好像这个风向不对了 它提前就做一个结账 那也没有等到整个月底再去做 这个都是可以去观察的重点 例如说像3189的景硕 也是在投信的持股很高 一样上个礼拜买很多 股价也很强 但这礼拜好像风向又转 好像投信都没有等到月底 等到月底这个结算的时候 再来去结算几下 好像他们发觉 这个行情好像不太对劲 很多这个上礼拜 投信买很多的股票 反而这个礼拜突然就 大量的到处来 就变成一个提前结算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应该是跟行情的判断有关 但是我想我们这边用这个例子 只是教大家未来 如果说9月中过后 行情有比较好的 你用这种方式去找 还是说12月中以后 那个才是最大的一个投信的作战 或结账的一个重点期 你把这个重点记起来 然后你就等到12月中以后去看看 能不能找到投信的作战标的 还是说投信的一个结账标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刚刚谈的就是说 把这些持股比重高 我们把它找出来 然后去统计他最近 我是统计5天 这5天有一些连续买进 然后增加持股 增加持股比重的一个现象 再加上他的股价是往上涨 这种条件如果说配合起来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股票 有可能是一个投信 他有要在季底的时候 做一个作战的现象 但是刚刚谈就是 当行情一出现转变 好像创委也是 还有像这个南电 南电景硕 还有像这个卫风电子 他现在好像已经开始有一个反向 在做一个结账的现象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因为告诉大家 现在行情不太妙 投信再告诉大家 现在行情不太妙 就算我想做 面对大行情 可能已经要高位往下落 我也有可能 做到一半我就提前落跑 这样的现象 在目前有看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老师投信 他其实就是做短线 对不对 不是做短线 因为如果说 如果说现在台股 是很稳定在上涨 来到1万7 1万8 1万9 就是很稳定在上涨 他就会持续的做到 他的季底作涨时间 但现在行情 它出现一个高位反转现象 转转的时候 那我不能够逆着行情持续的去做啊 好那所以呢 他可能累积做了一段之后 我没有办法去 因为行情突然出现转变 我没有办法去等到这个经济结转 我可能就是先行做了获利了解 最近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 好我们看这个是景硕 景硕就是投信持股比重很高 然后你看到最近 它是持续的一个连续卖 对 但是说黑K流长下影线 好那等到这个礼拜 我看这个是到礼拜二嘛 那今天呢 今天景硕好像出现跌停了 今天跌停了 今天景硕好像出现跌停 所以今天你去看 应该是投信已经开始有一个 一个做一个获利卖出的一个状况 是 好那我们看下一档 下一档金鸿 金鸿也是最近这一段的上行 投信连续大买五天 然后持股比重原本不高 它突然拉得很高 突然拉得很高 但是到昨天来看 好像也开始有点做短的现象 好像有点开始做短的现象 我们再看下一档创意 创意也是 投信持股比重很高 然后也是最近这一段期间 是连续的大买 然后股价是往上走的 所以它这个就是有 刚刚谈到的 去观察它好像有投信要做这样的迹象 但是会不会提前闹跑就不知道 我们要紧盯着它的一个动作来看 下一档威风电子也是 最近这段期间 投信持续的大 然后股价就往上走 但是最近开始有点转弱 所以你也要去留意会不会因为行情的关系 可能投信做一段之后 它没有办法就继续维持到9月底去做一个第三季的出战 它会不会也有可能 我拉了一段之后 然后现在行情不对 然后我就快点卖掉 做一个短线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老师那股后翔硕呢 翔硕的部分 最近来看 其实投信的买超的力道并不多 但是有一点就是 这种股票 2000多块的股票 它就是法人在索码 法人在索码 那现在没有看到投信有到货的现象 还没有看到投信有到货 它是比较难出现大底 比较难出现大底 是 老师那再请问结账的标的有哪些呢 它已经先结了 对不对 结账的就是 我们也是一样嘛 就是把那些投信高持股的那些股票 我们先把它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呢 你再去看 看最近比如说五天 两个礼拜 它的一个投信的买卖的动作是怎么样 这边是我挑出来 在上个礼拜 比较有投信结账现象的个股 比较有投信结账现象的个股 例如说第一档强帽 上个礼拜就卖了接近7000张 然后股价 股价跌了十几块 那金居也是一样嘛 也是卖了不少 这些都是 除了说新唐上周还没有开始卖 但是这一周 这一周卖的幅度很大 卖的幅度很大 还有身家也是一样嘛 上周还没有开始卖 但是这一周看起来 已经开始有一些 提前在做一个出场 好那这个就是原则上了 原则上我们把投信高持股的 跟刚刚的反向 刚刚是看连续在做买进的 这边看的是也是高持股 连续在做卖出的 那既然它高持股又连续在做卖出 就有可能是它在做结账 在做获利了结的状况 是的 好那我们就以颗线图来看 像强茂已经连续卖了5天 对 之前是一直买 一直买 但最近大量的连续5天再往下卖 是 所以它就有可能是做账结束 转为结账的现象 转为结账的现象 好那我们看下一档股票 金居 金居也是 金居它已经连续一段期间 都是大卖小买大卖小买 好那因为这档股票 是比较冷门的股票了 简单来讲比较冷门的股票 所以它没有办法 很大量的去做一个买卖 但是我们观察这段期间 投信应该是已经在结账 应该已经在做获利了结 站在卖方持续在做调节的动作 好那我们看下一档 茂达 茂达在之前 昨天大卖是不是 其实之前它也是属于在 投信偏多操作的个股 但是在最近已经开始有一点 在做调节了 而且在这两三个交易日 它卖超的幅度相当大 这有可能是它长期的韧阳股 长期韧阳股 但是到这个位置 它开始做一个 比较明显的获利出脱 比较明显的获利出脱 所以它的股价就从强势 开始转回弱势 开始转回弱势 那我们再看下一档 蓬城 蓬城也是一样 先前也是投信积极的在做拉抬 我们看它在韧阳 然后股价就一直冲 一直冲 然后现在它已经开始转回卖出了 转回卖出 那可能它这一段的这么大的涨幅 就投信来看 它可能觉得获利程度差不多了 要再涨可能机会比较小 所以它们就开始进行获利出脱 卖出的动作 那这种股票如果说涨多的 然后你又看到投信在卖 那就尽量不要去做借励 就不要借 毕竟它股价涨很多 那投信可能后续它的筹码要卖的还有 那它持续卖的话 这个股价就比较难转强 是的 那老师即便说投信这样子一直卖 那会不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低接 千万不要 如果说你去看投信的持股比重 例如说原本是5% 然后它一直卖卖 卖到剩下2% 那可能你就可以去考虑 因为它后续在卖的筹码就比较少 如果股价也已经有大幅的修正 开始有指稳 那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可以去做接手 但是不要在它刚开始卖的时候 就想去做接手 因为它正在到货 对 那可能后续如果说 还有很多股票可以持续的去做卖出的时候 太早去接手 那你就可能会 变成投信到货的一个对象 这个要稍微去做留意 那这个像益龙店也是 益龙店也是过去投信的任养股 所以它过去的股价很强 但是这两三个月来看的话 投信已经开始弃养了 它已经开始弃养了 所以这档股票也建议你就不要再去做接入 现在它的持股比重还有将近7% 那代表它弃养的话 它还有很多股票可以卖 所以这个也是要稍微去小心避开的 是的 好老师那这一档细创呢 细创最近就是 应该是它基本面投信觉得有疑虑的 可能它的基本面投信有什么内部消息 你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基本面的大转折 所以你看它在最近有一波往上拉 往上拉 投信还满 但最近卖的力道比往上拉的力道还要强 所以这个有可能它会进入到一个投信气氧极点的状态 那应该是没有 因为它现在持股还将近5% 还没有到降到大概2-3%的位置 我是建议它应该还比较难有一个机会 去逆转目前的一个走势 好老师那这一档3152 景德也是过去投信在任养的股票 所以它过去股价一直都大概在五六百块很强 但是从最近这两三个月你已经看到 投信已经开始在气氧 300多了 它已经开始在气氧 现在持股比重也还有5%多 所以我认为投信的卖压应该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是的 好老师那非常谢谢你这个今天专业的分析 谢谢老师 好谢谢Linda 是观众朋友们今天老师跟我们聊这个主题 这个投信的做账和结账到底应该要怎么区分 好这老师刚刚有讲 基本上的投信持股超过5% 连续买钞的那就是做账 连续卖钞的都是结账 但是老师刚刚所举的例子呢 是现在有这个做账和结账行情的倾向 但是真正做账结账的时间其实是在9月中过后 对大概9月中过后 是的好 所以观众朋友们 刚刚我们老师教了很多方法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在9月中过后 来进行这个操作 那如果呢你还有其他的问题 记得呢 扫一下我们老师的QR Code 加入Lyot 老师的QR Code 是小小鼠 GOOD558 扫了之后任何问题 老师有空亲自回答您 最后呢 喜欢我节目内容的朋友 欢迎在脸书 还有YouTube上 按赞分享及订阅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